最近我們觀察到的是疫情的改變 因為疫情真的太苦悶了 這就是一個特別需要療癒的時代 所以甜點小店現在說商機很大 因為多數的餐廳都在倒閉 可是我們就發現說 台北車站的地下街 這邊剛剛大改裝 沒想到過去的這便當店 還有賣午餐的 竟然全部進駐成甜點店 光是甜點竟然有17家 原來他們瞄準的背後商機高達150億 這是你的三位王套餐 歡迎光臨 兩位我們這邊請 彷彿被疫情按下時間暫停 這是四月的信義區 這是明店的宴會廳 全台餐飲業只剩這一位逃過一劫 這兩年來我們不能出國的遺憾 害怕染疫的焦慮 苦悶的時代就先靠甜點味戒 這樣子的療癒商機 在台北車站就能感受到百花期望 飄洋過海來的美式餅乾 光看就有幸福感 隔壁水果餡蛋糕 不惜成本追求極致味蕾 這裡是台北車站地下街 原本整排是服飾藥妝店 但五月大風吹 一口氣變成17家甜點店進駐 可能待在家太久了 然後如果有出來的話 就會想要買一些比較貴一點的甜點 尷尬一下自己 本來因為可能怕還是多少會受疫情的影響 因為來客量都不會那麼多 但後來還是蠻多人會來訂的 現場也會蠻多人來看 以這家蛋糕店來說 平均客單價350 疫情下的穩定收入 連上游產業也受惠 擠的時候我們往中間擠 然後就是沿著這樣一圈一圈擠 西點老師手把手教學 在半熟塔皮注入杏仁奶油餡 這顆法式巧克力塔 只要四小時就能學會 高餅職業工會開設的烘焙班 總共九天課程能學27種甜點 今年上半年廠場額滿招募500名學員 預計下半年還要增至700位 他又進可攻退可守 當你在家做的時候 你可以分送給親朋好友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做得不錯 朋友也喜歡你也可以做販售 從這樣的人氣你應該開始相信 難怪經濟部說烘焙業的產值 一年有600億 而且甜點就高達了150億 還在持續成長 現在也成了年輕人的創業首選之一 一條龍從烘烤到包裝 獨立完成200顆蛋黃酥訂單 今年34歲的Byron就是半路出家賣甜點 雖然是疫情期間創業 但大男孩硬是把死路走出自己的路 我剛好開店兩個月的時候就遇到疫情 那時候我就我把品項說少一點 客人接觸度比較高的就是一直推 然後順便加入那個外送平台 真實的甘味人生 當口味獲得青睞 疫情下也能苦盡甘來 東森財經新聞 很留置在台北採訪報導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 我們要預先說 我們要公開 盤後交戰 請載 我們要看